来 吃吃吃 来来来 好 酒好酒好酒 来 吃吃 吃 个几个 你们先吃着 我看你熟人 等我啊 等我 一会儿我就回来 你快点啊 吃点吃 快点啊 吃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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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红 大嘴儿 两年多没见了 你怎么混得一个人 在这儿喝酒啊 要么滚蛋 要不然醉了陪我喝 我喝呀我 来来来 给我倒了 给我倒了 来 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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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么长时间没见的 你这日子过得怎么样 你看呢 不怎么样 那当初是你非得死气白烈的 要嫁给郭胡的 我说的什么来着 别高兴得太早 那日子指不定过成什么样了 哥说对了吧 哥说的没撞吧 我给郭家当儿媳妇 我亏他们家了吗我 那好男人多了去了 你非得一棵树上吊死啊 吊死就一块吊死 说什么呢 说 倒酒 倒酒 行 来来来 喝喝喝 不说你下了 来 你怎么回来了 这人嘛 总要是落叶归根 海南 两年 那终究是别人的利益 还是回来好 我看你穿个人毛狗样的 混得不错呀 这人哪 他 他 他总是要变 知道吗 怎么着啊 做大买卖了 你怎么回来啊 小打小闹 搞个公司 对吧 准备建设一下家乡 回报社会 混这么好 你是不是得照顾照顾老妹啊 我罗小枫是那忘本的人吗 今天陪我喝好了 以后你 你就跟哥混啊 我喝就喝 谁怕谁 来来来 来来来 喝 你说这两年了 你这小脸蛋排上粉泡泡 你看 跟那会儿就这样 真不聊天啊 来 赏你一个 拿到我自己喝啊 快点自己喝一个 快点 喝不喝 红啊 你说你这红仔 你还是不简单 您 我喝你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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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你 烦死了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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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安静了 凤儿啊 那个 熔炭调第二小节的时候 不要太赶 待会儿排练的时候 你给咱们讲一下 好吧 还可以啊 董事长 你在这儿等会儿我啊 好 走 好 大姐 姐夫 跟住 跟住 又来我们团了 老心都快成你们团人了 我看一下 团长找我谈点事 大姐 蓝欣 蓝欣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出差 正好顺路来看看你们 跟住你也在 这么巧啊 蓝姐回来了 好 上次你们结婚我错过了 我送给你们一个礼物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挺好的吧 挺好的 你们呢 我们也挺好的 蓝欣 蓝欣 要不然咱们出去 找个地方坐坐吧 好啊 你有时间吗 我有时间啊 你们呢 有有有 我们也有时间 好啊 那走吧 走吧 好嘞 蓝欣 好 走 好 走 还好吧 谢谢 可以 你不就忙了 我叫忙 你不就忙了 蓝欣 我们差不多有两年没见了吧 是吧 有了 我看你状态还挺好的 是吗 过日子呗 像大哥 大姐姐啊 才让你羡慕 蓝欣 月月这次跟你回来了吗 我还挺想着孩子的 是啊 她都上小学了 跑来跑去不方便 都上小学了 真快啊 真快啊 那你这次回来 还走吗 应该会走吧 我这次回来 是代表公司 和原来的车队谈合作的 他们那个车队 我好像听说一些 经营方面有些问题 现在有些 举步维艰 对吧 是 和现在的市场好像 有点不太适应 虎子当年进这个车队的时候 车队在临郊还是数一数二呢 蓝欣啊 你这次回来 得待一段时间吧 看吧 看这个事情谈得怎么样 别光说话 好 来 喝点咖啡 蓝欣姐 你现在成家了吗 有岳岳在我就有家呀 你现在跟岳岳一块儿过呢 怎么了 那跟你在一块儿 那男的谁呀 谁呀 就有一天我在街上 好像看见你了 反正旁边还有一男的 个儿挺高的 那张铁吧 他是我同事 我们一起回来谈合作的 闹半天同事啊 这把我吓得我一身冷汗 我还想到这人也配不上 蓝欣姐啊 跟着 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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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了 喝咖啡 干了 服务员 再来杯咖啡 我这 小哥 小哥 你别着急忙碰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挽救了你 你挽救谁呀 好好说话 我挽救了你和蓝欣姐的感情 什么意思啊 咱们之前呢 都误会她了 那人根本就不是她男朋友 她现在还单身呢 你怎么知道的 她自己说的 亲口说的 不但我听见了 大姐 大姐夫都听见了 小哥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放不下蓝欣姐 就两年多都过去了 她始终一个人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她也放不下你 她这次回来不容易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她留下来 可是 行了 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就那爱红 你跟她有感情吗 你什么时候把她当过媳妇啊 可法律上这事 小哥 小哥 打住 你这么自己骗自己 有意思吗 我觉得你这样对自己 特别不公平 真的 赶紧离了 把蓝欣姐重新追回来 我耽误她这么多年 我真是不想再耽误她了 你现在这样才是耽误人家呢 她为什么回来啊 为什么一直不找 为什么一直不结婚 你这一拍屁股走人了 去深圳了 她怎么办 你想过她的感受吗 真的 小哥 我觉得这次对于你来说 真的是个机会 如果你这次再错过了 那就真的永远错过了 不准 你不信是吧 你听我给你分析啊 我从头到尾给你捋啊 行了 第一 出去吧 我想静静 行 那你静静 好好静静啊 你这人要干吗 你这人要干吗 走啊 上哪儿 去深圳啊 我算计这两天应该走了 从现在开始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玩具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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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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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想啥 想去见蓝鑫 见了说啥呀 可是不见又不甘心 对吧 胡子 你跟大哥说实话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深圳真不去了 那你留下干吗 车队工作都辞了 你真想跟蓝鑫再续前缘 不知道 帮你纠结什么呀 不知道 胡子 你以前做事是雷厉风心 可不是现在这样的啊 你还记得你去苏洋接我的时候 咱哥俩俩在车上 你问我那么多话 当时我是支支吾吾吾的 也回答不出所以然来 那个时候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可是你问了我一句话 就决定了我和老李的将来 我都不记得我说啥了 你问我爱不爱老李 我说爱 所以你就把我扔给老李 自己开车走了 这才促成了我们 今天大哥同样问你这句 你还爱蓝鑫吗 大哥 大哥 那个时候的你们 跟我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你们那个时候 可以毫无顾忌地爱 可是现在的我 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我没有 可是你跟爱红的婚姻 那是名存实亡的 我觉得吧 早晚得理 你说的 你说的 这么快 是吗 现在怎么会 你就跟着你 你看着呢 你怎么还没 你怎么还没 你怎么还没